最後一個提醒就是重量百分濃度跟末濃度 可能給條件 請你求A求B 可能給了A求B 或者給了B求A 這裡告訴你硫酸這樣子 然後密度這樣子 第一個是要你還有多少大胺 第二個是要多少重量百分濃度 第一個多少大胺 要算大胺就是身分之末 第一個我需要知道風聲 第二個我需要知道末 這裡沒有末但是有質量 就問自己 你知道質量怎麼求末嗎 第二個 沒有體積但是有密度 有密度 那問你 有這個體積一公升 有一公升 那體積有 然後怎麼辦 要求末濃度 就需要知道溶質末數 溶質末數 溶質末數就是要知道分子量 純瘤酸一九六克要知道瘤酸的分子量 應該會背 98 然後呢 就去算 兩末 解決 那第二個公升 他說一公升 有公升了 有公升有末 就可以求 末濃度 再進去 身分之末 再進去 兩張按 對這一題而言的這種條件 算末濃度比較簡單 但是要算 百分濃度可能就比較麻煩 為什麼 百分濃度怎麼算 下面算 容易質量 上面算 溶質質量 溶質質量不用算 純瘤酸一九六克 不用算 可是沒有溶液質量 他給什麼 給的是密度 還有的是體積 請問你有密度有體積可以求質量嗎 這就回到我們第一個學過的密度的一方 的計算的想法 OK 好公式 下面要放溶液質量 上面要放溶質質量 然後去乘百分之一把 那密度公式呢 溶液質量就是溶液體積乘溶液的密度嘛 就是古時候 1等於v分之刃求出來 OK 然後就把它往裡面帶 體積嗎有一公升 溶液質量有 1.1 往裡面帶 大家注意 那個密度的體積 用的是毫升 所以你要把公升換成毫升 是要乘1000 算算1100克 好啦這是溶液質量 那有溶液質量 上面有溶質質量嗎 196克嘛 可以往裡面帶 再進去 下面放溶液質量 上面放溶質質量 去求 重量百分之一把 算重量百分之一把 再進去 我們就是數學 看起來好像不能整除 就大概就好了 17.8 所以答案就是 百分之17.8 這就是 我們的立體 來給了條件 心理球 墨濃度 或者是心理球 重量百分濃度 就是我們的立體06